现在要我介绍管理层 主席信玥江先生 财务总监阮振军先生 商务副总裁及澳门电讯刑警总裁潘古希先生 公司副总裁及CPC刑警总裁黄振华先生 现在有请主席信玥江先生 自欢迎此有请 尊敬的投资界的各位朋友 在我正式讲话之前 我首先想前来参加我们这个 投资推介会的所有的投资界的朋友 表示一下问候 因为我们三年都没见面了 都是通过网络开展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合作 这三年吧 这个我们战胜了疫情 重新坐在这里 讨论1883中信国际电信的发展和未来 所以今天看到大家特别高兴 祝福大家 未来的日子更好 2022年呢 面对疫情 刚才说到啊 非常严峻的 我们三年来都是通过线上开会 和投资者见面 这三年也没有间断过啊 国际的经济形势也是非常的严峻复杂 多重的挑战 中信国际电信上下团结奋进 坚持创新发展不动摇 不断克服困难 创新新的亮点 取得新的成绩 企业的整体发展呢 带上新的台阶了 经营业绩 又一次创新高 虽然这疫情非常的严重 国际形势 经济形势的挑战 也是非常巨大 但是 中信国际电信的全体通人 他有一个特点 坚持创新发展不动摇 这点是我们公司的文化理念之一了 从来不动摇过 这三年多啊 没有被疫情打倒 当然在这里取得这些成绩呢 也与投资者啊 给我们各方面的支持啊 这个爱护啊 也分不开的 2022年呢 集团总收入为 101亿1100万港元 那年增长了6.6% 电信服务收入88亿多 那年增长了11.7% 股东迎战利益呢 为11亿9千 然后港元 将近12亿吧 是吧 将近12亿 将去年增加了10.7% 每股基本的盈利 32.3% 比去年上升啊 10.2% 所以这是一个 创造的历史新高 应该说是 今天上午董事会开会啊 批准呢 建议上 这个派发2022年的末期的股息 18.5港线 连同呢 中期的股息 6港线 加起来呢 是24.5港线 比去年上升 8.9 派息 澳门电信呢 在2022年的11月7号 获得了5G牌照 并率先 于11月的14号 正式推出5G的服务 抢先 发力了5G市场 成为澳门第一家 正式推出5G服务的电信营商 截止到3月15号 澳门电信5G用户已经超过15万了 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2022年的12月 澳门电信呢 邀请合作伙们 共同成立了澳门5G智慧服务发展的联盟 携手各行各业 深化5G应用 生态合作 共建澳门的数字化城市 这是 这是创造了一个历史的封碑吧 在这个澳门 2022年 数字经济发展及互联网技术进步 推动了商业互联网需求上升 企业的客户对互联网及数据中心的服务要求在增加 集团积极把握这些新的需求 新的机会 互联网收入进一步提升 香港数据中心的销售非常强劲 数据中心收入非常的稳定 集团加快发展云网直安的产品 扩展网络的覆盖 提升服务能力 持续开拓业务 企业新的产品 新市场 中心管理电信 CPC 这个科技公司 丰富公有营的管理服务 扩展了安全管理服务的范围 推出云计算平台容器服务 拓展了欧亚企业用户的市场 澳门电信发挥5G加云网的优势 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 服务澳门社会数字化的转型 集团继续向着东南亚新市场延伸 成功获得了印度尼西亚的ASP 服务的修可证 在越南也注册了 Pasific的Internet公司的商标 获得马来西亚当地的ACT的 一些施工建设的新的合约 目前项目进展良好 交付进度已经超过过半了 在东南亚新市场 我们拓展的是也是比较成功吧 目前的六个国家 都有我们的团队 都有我们的公司 未来的发展 我们还是信心满满了 在东南亚新市场 也成为我们企业的第四板块 这个业务 第四大板块 展望2023年 集团将继续拓展创新 加速数字化升级转型 全面提升业务的竞争力 向国际一流的互联网化 综合电信企业迈进 我们的目标 是向国际一流的互联网化 综合电信企业迈进 我们这个提法呢 是经过广大员工和管理层 以及大股东非常支持的 就是向国际化一流的 互联网化的综合电信企业迈进 这个决心还是非常大的 下面呢 我们就请财务总监 阮正军先生 向大家详细的报告 中信国际电信 2022年的全年的业绩情况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新主席 各位投资界的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向各位报告一下 2022年中信国际电信 财务情况和一些经营情况 我们准备了一个PPT 在这一页PPT里边的一些内容 刚才新主席已经向各位介绍了 包括在2022年 我们的总收入情况 估计电信服务收入情况 股东应战一例 美股基本盈利 以及分红情况 刚才新主席向各位报告了 在这一页PPT里边呢 我们也介绍了 就是中信国际电信 经营性现金收入情况 我们公司呢 经营现金收入 一直比较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的境界贷 从2比2021年底相比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大幅度下降 我下降了11.191港币 进而呢 我们的净资本负债率也下降 从2021年底的27% 下降到20% 这一页PPT呢 给出了过去五年来 我们的总收入 以及呢 是股东应战一例的变化情况 从2018年到2022年 公司总的收入 从94.64亿港币增长到 101.1亿港币增长幅度 还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增长 这一页PPT呢 在股东应战一例方面 2018年是9.51亿港币 2022年是接近12亿港币 年均符合增长速度是5.8% 这一页PPT呢 就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我们的伊比达资本开支 等各个项目的情况 在2022年我们实现的伊比达是26.57亿港币 资本开支是3.25亿港币 较2021年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在现金银行存款方面 2022年我们拥有现金的接近20亿港币 比2021年也有一定的增长 在总债务方面 我们的债务余额呢 从2021年的54.16亿港币 下降到45.2亿港币 净接贷也相应的 从36.53亿港币 下降到25.34亿港币 这也是导致我们的净资本 负债率从27 下降到20% 这一个PPT给出了 美股盈利及股息情况 在2018年 美股的基本盈利是26.7港线 2022年那是32.3港线 基因美股基本盈利 年约的复合增长率为4.9% 接近于5% 从美股股息来看 2018年是18港线 2022年是24.5港线 年度复合增长率达到8% 这一页PPT就是介绍来 我们的负债以及债务水平情况 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是净债务 回是58.08亿港币 到2022年呢 是25.34亿港币 而这个负债率呢 从40%下降到20% 关于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 我们主要是通过 债融资或者贷款结构的优化 来管理我们的利率风险 截止到去年年底呢 大约有将近80%的债务 为固定利率债务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有效地 抵御利率上升情况下的财务风险 在年内 伏习债务呢 我们减少了9.03亿港币 在汇率风险方面 在汇率风险方面呢 公司的实体主要以港币 美元和澳门币进行交易 因为是港币和美元 这样的方式挂钩 是澳门币和港币挂钩 所以呢 就是港币美元和澳门币之间的 汇率呢 没有重大的风险 同时呢 我们也有一些业务 在非美元 非港币 或者非澳门地区 比如在中国的内地 或者呢 在东南亚地区 这呢 我们是希望通过购置 同币种的资产和负债 尽可能的对冲我们的风险 我们也在密切跟踪 这种汇率变化的因素 就是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采取一些 对冲的安排 从这些PPT开始呢 向各位报告一下 有关的业务经营情况 首先我还是讲呢 说这收入 持续上升 上升的幅度是6.6% 其中电信服务收入呢 是达到了88.31亿港币 上升了11.7% 刚才说过了 下面看看就是各个业务板块情况 首先是互联网 在过去一年里 公司把握互联网 实在这个新的需求 大力发展和光鲜宽频 带动了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 再是2022年 互联网业务收入是13.31亿港币 年均增长了7.1% 主要推动力是来自于 企业客户对互联网业务的需求 我们数据中心的销售 以及澳门宽频收入的增长 在澳门地区 我们宽频市场份额 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截止到是2022年底 澳门电讯的宽频服务市场占有率 是达到了97.1% 稳居澳门市场的首位 同时大力推动宽频服务的揭露光鲜化 目前住宅光鲜宽频渗透率 达到了99.1% 此外我们助力澳门宽频下载速度 跃居到了世界第一 我们持续开拓数值内容服务的新市场 澳门电讯积极推动内容业务的发展 推出了全新的基顶和业务结合家居视频 家居视听娱乐及电商服务 构建澳门个人和家庭数值内容业务的新市场 在数据中心方面 我们完善数据中心的布局 数据中心业务收入稳定增长 其中中心电信大厦 数据中心第三期B的销售良好 已经获得金融机构录注 并且有意向继续增加使用量 国际电信下属的指公司 CBC公司紧贴市场需求 进一步对北京 上海 广州 以及海外的互联网服务平台进行升级 以及持续提升我们的业务收入 在企业业务方面 积极复制云网鞍的产品 拓展网络覆盖 提升服务能力 2022年集团克服疫情的影响 企业业务收入是30.69亿港币 较2021年下降了是3% 在CBC方面 CBC组建了云网服务的团队 提升云网方案在设计实施 以及服务能力 目前的技术服务的项目 达到超过170项 涵盖了网络虚拟化和应用服务的范围 我们也增强云市场的竞争力 CBC推出了Smart Cloud的容器服务 进一步拓展网络覆盖 提升了业务的能力 CBC继续增加虚拟专用网络 出Connect的网络覆盖 现实已经拥有超过160多个网络节点 覆盖了全球160个国家 CBC大力推动 SD-WAN又发展和网关布置 截至到2022年底 已在全球60个 设立了60个SD-WAN的网关 其中有43个布置在大中华地区 覆盖了主要商业地区和大湾区 另外有7个覆盖了东盟主要国家 CBC紧贴市场需求 现在已经推出了11套云计算的解决方案 配合BM部站是大中华地区 新加坡 日本 台湾和南非的21个云计算中心 以及两个安全运营中心 行政跨地区的云计算服务 营运网络和专业的服务体系 在疫情干扰情况下 是2022年澳门度假村 以及其他企业的项目收入 以及澳门的专线服务收入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 澳门电信进一步丰富智慧应用产品 结合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 已经开发出多项的 一战式创新智慧应用 这里包括原宇宙智慧会议展览平台 历史文物建筑物智慧监控中心 5G物联网管理平台 以及智慧旅游 无人级表演AR游戏等等 此外 在年内 我们电信的云端服务以及网络安全服务 也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 在东南亚市场方面 集团助力拓展 在东南亚地区的新业务 已经成功地获得了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等一些项目 我们上线了AI视频分析 以及自动化无人级服务平台 并且实现了商用 以助力新加坡大型建筑公司 实施的自动喷漆 在移动通信方面 首先我们看看澳门 在澳门地区首推了5G 保持了澳门移动市场的领先地位 积极拓展新业务 IPEX业务业区的新突破 2022年集团努力克服疫情 持续不分国家和地区 因为疫情反复 严重限制经济活动的不利影响 我们的通讯服务收入 是8.27亿港币 较2021年下跌的3.6% 在澳门市场上 我们持续地保持领先地位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我们占澳门移动市场份额的 45.7% 用户是55.4万用户 刚才新主席也介绍了 我们在2022年11月7日 获得了澳门的5G牌照 在11月14日正式推出了服务 目前来讲 澳门电信5G用户 是增长很快 已经超过了15万 稳居澳门市场的首位 同时澳门电信在本地 移动物联网业务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好的增长 澳门地区 澳门电信持续拓展 国际漫游市场 已经与385个海外网络运营商 开通了双边的四级漫游 覆盖218个国家和地区 在8个国家和地区 开通了是Vaulty漫游服务 同时加快提高5G海外网络的覆盖 截止到去年底 澳门电信以80个海外网络运营商 开通双边的5G漫游 以及三个海外网络运营商 开通了单项的5G出发漫游 覆盖国家达到78个和地区 澳门电信继续发挥 运营商的技术优势 继2021年退出eSIM服务之后 在2022年将eSIM服务 推广延伸到传戴式设备 成为澳门地区唯一的 提供此项服务的运营商 我们加强5G应用能力 在第5届绽放杯5G应用 征集大赛当中获奖 获了一等奖 深化5G的生态 合作与澳门直播协会 签署了5G合作异项的协议 为直播行业打造网络平台 集团持续提升产品能力 加强与运营商合作伙伴的战略协同 与一家亚洲大型移动运营商 联合推出了高品质的IPAX连接服务平台 我们希望能共同拓展全球的5G国际卖油市场 在国际电信业务方面 信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 带动了收入按年增长43% 2022年国际电讯 服务收入达了34.53亿港币 比2021年增长了40.3% 公司持续保持区内企业讯息业务领导者的地位 把握信息争夺的机会 持续大力拓展企业讯息服务市场 不断增强平台的服务能力和覆盖范围 信息服务收入在2022年增长了52.4% 达到了25.58亿港币 公司支持电讯运营商合作伙伴 实现中国内地与香港 兼双向卖油的VOTI新功能 一卡多号用户的P2A功能等等 大力拓展物联网市场 升级Datamount自由行全球流量交易平台 Datamount全球流量交易平台 方面的物联网服务类的企业用户 以及机会 以及激活用户数量大幅的增加 继续巩固国际化音业务的规模和质量 为全球客户提供本定认可的化音服务 国际化音业务收入达到了8.68亿港币 增长了15.7% 在固网化音业务方面 就是用户的数量以及收入继续下降 这与全球的趋势也基本一致 2022年固网化音业务的收入是1.51亿港币 下降了15.2% 在科技创新方面 公司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 目前在广州 香港珠海 设立研发中心 我们要重点开展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开发 在2022年 获得了香港知识产权署颁发的一个发明专利 此外提出了新专利申请有8项 软件著作权申请有3项 获得了作品著作权有4项 2022年 科技团队人数达到334人 同比增长了17% 全年共完成了33个科研项目 这一页是给出了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解决方案的两个案例 一个是大数据加AR的旅游 我们为澳门旅游局 澳门旅游数据加平台提供 旅客偏好等综合大数据分析资讯 为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进行人流分析 与活动成效评估的概念验证 在AI加人工智能工业生产方面 我们以人工智能打造新的生态模式 助力一家大型区域涂料公司和机械工程公司实现自动喷清 澳门电信扛起数码澳门建设的责任 助力澳门建设智慧移居城市 公司将围绕云网融合打造三网市中心一平台 是迈向智慧城市服务供应商 三网指的是5G网光纤网 WiFi网市中心就是网管中心 数据中心 信息安全防护中心 软件应用开发中心 一个平台就是云平台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 就是我们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在是全力支持疫情防控 配合澳门特区政府 数字经济发展方向 我们推出了会馈社会提速降费的活动 在疫情期间 分别向香港澳门市民发放防疫专项信息 分别超过1.4一条和1.2一条 我们在上海等地执行机防24x7 现场职守 确保网络畅通 在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大型活动方面 澳门电信代表国际电信 获邀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 国际组织的高级会员 并且参加了成立大会 2022年11月9日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召开 我们澳门电信是协办海峡两岸 即港澳互联网发展分论坛 并且发表了支持 支持也是获得业界的关注 这一页呢 这就是我们获奖情况 也是相当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2022年是我们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 包括是亚洲通讯大奖 亚太杰出企业奖 IDC未来企业大奖等等 就是做个广告宣传 我的汇报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管理层的分享 现在是提问时间 我们会先让现场的投资者朋友提问 然后会开放中文的电话线 给电话会议项参与的投资者提问 现在我们接受第一条的问题 现场的朋友有问题吗 各位好 我是来自三菱银行的 Phil 老字达 首先也非常感谢管理层们 对于今年2022年业绩的分享 让我们也很清楚地了解到公司过去一年的表现 同时也知道公司在澳门方面 就在5G网络上面 以及各种方面也跟有一个很深入的合作 但另外我也想请教一下 除了香港跟澳门那边的上面的发展 不知道公司对于在东南亚方面 比方说在新加坡 印尼或是其他等等 会不会有一些计划或是展望 还有就是不知道公司看 那个未来那个增长点 就可能是最佳于哪一个方面呢 就非常感谢 再去感谢我 刚刚的分享 谢谢 公司未来的发展呢 在东南亚 你提的是 东南亚是我们瞄准的一个新的市场 也是我们公司确定 这个东南亚 成为我们整个中信国际电信的第四个板块 这是董事会确定的 确定这个事情呢 已经有三年多了 将近四年的时间 目前在东南亚已经形成了非常有力的发展前景 总部设在新加坡 在这个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等六个国家 都有我们的公司 也有我们的员工 现在这个 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啊 我们占有率也越来越大 大家都知道 世界这个对这个东南亚是比较关注的 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经济前景上 它都有潜力 所以我们呢 提早就在那里头做了布局 我们的团队呢 现在也有两百多优秀的员工和人才在那里 在总部在新加坡 我们相信了嘛 经过我们的努力 一定会给整个中芯国际电信的发展 带来新的活力和增长点 未来我们的增长发展的趋势啊 一个是 董事会啊 和管理层都经过认真讨论 就是要坚守 是吧 这个传统业务 不能下降 尽量不要下降 是吧 要努力创新新的业务 往前拓展 所以这个决策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的传统业务啊 和三大运营上是并行的发展 虽然规模没太大 但是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啊 控制啊 市场啊 这些都是一致的并行的 所以这几年来看传统的业务 没有多少下降 除了固网 这个是没有办法 是吧 那么咱们集团呢 制定了就是 中信国际电信 要实现一个 这个国际一流的 这个互联网化的综合电影企业 首先是国际一流 在内地我们达不到一流 是吧 搞不过运营商 这是肯定的 是吧 但在国际上 用国际特色来说 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优势的 这不多讲了 是吧 形成国际化的互联网综合电影企业 我们朝这个方向再努力 所以这个谢谢你的提问吧 谢谢 谢谢 现场的朋友还有其他的提问吗 我可不可以问广东话吗 可以 可以清晰 你好 我是Frankie Integrated Assets 那么 对了 先表扬一下 今年的业绩 真的非常良厉 尤其是今年 上年去年的经济 这么一般的情况下 那么我想问主要就是 环绕我们增长得最好 最快的这个国际电讯服务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纯粹看文字上 就看到里面有关增长得最快 52.4%就是有关这个讯息 应该就是短信 那么想管理层可不可以介绍多一点 这个服务 那么例如 就是我估计的对象 就是我们的客户是否 就是其他的mobile operator 一些这样的客户呢 那么 销售模式是怎样呢 那么 另外 有关就是这个增长呢 52.4%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 市场的增长 那个饼大了 为主 亦或是我们的market share 增加了很多为主呢 那个背后的driver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 想知道背后的driver是什么呢 那么第三个问题都是这个服务啦 那今年的展望如何呢 麻烦管理层 好的 谢谢 我们先放一下这个提问吧 谢谢Frankie from Integrated Asset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今年这个业绩都非常的好 那我们的增长 其中一块最快的是 这个短信那边 带动了这个国际电讯服务的增长 那可以介绍我们这个服务的对象是谁吗 是一些移动的供应箱还是什么人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关于这个52.4%的这个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这个市场的建有率提高了吗 两个是吧 这个提的问题 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信息服务 这个最近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 就是我们企业的信息服务增长 比较快 而且持续增长 不是说一天增长 一下就下来 不是持续在增长 什么原因 很多朋友都在问 我在想呢 这主要是 一个企业的 这个战略目标啊 制定的准确 精准 我们的制定这个战略目标的时候 特别提到我们的网络 优质化 就是这个网络建设 要舍得投资 舍得下功夫啊 提升网络的质量和能力水平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想这个 取得在市场上竞争 包括这个信息服务 你没有一个最超前的网络 这个现代化是不行的 是吧 所以网络质量 我们始终 是非常的领先 这个第二个就服务能力 就是客户的服务能力啊 和客户保持密切的联系 是吧 这个解决客户的需求 回答客户的疑难问题的 所以服务能力 应该说是在市场上是高水平的 所以我们这几年都是 在抓这个服务水平的提高 第三个呢 就是信誉 信誉领先 或者叫信誉危险 在市场上 在生意上 你有信誉 就有客户 你有信誉 就有这个机会 这三点 我们始终牢牢的 这个得抓住这个 所以很多这个朋友问 你们这个增长 增长的 我说 这几个方面 你做好了 自然就把客户吸引过来了 这个 他用我们的 他觉得放心 觉得这个 靠得住吧 所以这点上是非常重要的 网络服务和信用 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之一 好吧 还有什么 Frankie还有一个补充的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一块的展望 今年的展望 展望 展望 黄总你介绍一下 展望 谢谢 谢谢信誉 谢谢Frankie的关心和支持 这个展望呢 我回答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们多年来 积累了大量的 优质的运营商客户 包括 OTT的客户 包括我们一些大型的企业客户 所以说未来随着 认证啊 推广的这种信息的不断增多 所以说我们相信 我们未来的增长 一定还会继续 谢谢 谢谢 大家还有其他的提问吗 你好 公司去年的负债下降了很多 想请问 是不是有没有一些 一致性的因素 如果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公司大概 两年或者三年之后 就可以变成一间没有负债的公司 这个 谢谢您的关注 在过去几年 在过去几年 整个国际电信 总体的负债下降 总体的负债下降 去年的下降 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是已经注意到市场基准的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了一些闲置之金 就提前偿还了一些浮动力的债务 当然也有些债务 就是到期就注力payment 就是导致这种情况 您说是 确实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 将未来是否变成一个无债务的公司 这个我觉得是这么样的 对于企业拥有一定的负债是正常的 只有拥有杠杆 才能够给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任何公司的发展是离不开资本市场 但在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是需要平衡 你的拥有债务的风险 以及对股东的回报做一个平衡 谢谢 董事会非常关注这个负债问题 整个企业多年来一直 就是坚守着严谨的平衡 负债的杠杆比例 非常的精准地来控制着 在平稳的状态下 给企业没有任何风险 所以董事会非常的关注这个事情 我们董事会里有一个 这个有一个这个审核委员会 叫审计委员会 每次开会啊 董事会啊 他们都首先召开审计委员会 对公司所有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包括这个债务情况 所以精准地控制在平稳的状态之下 这个大家放心 谢谢 管理员好 我是CTI的Andy 我有个问题 管理员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今年的西本开支的情况 大概进了是多少 然后会投入在哪几个方面 比如东南亚会投多少 占比是怎么样 谢谢 好 谢谢您的问题 在过去两年呢 我们公司的资本开支是下降 比如2022年的资本开支 和2021年相比的下降幅度是比较大 这里呢 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数据中心的投入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是5G建设的投入 因为我们数据中心的投入呢 事实上是要与实际需求相匹配 但是过去尤其2022年一段时间内呢 就是说是我们是根据实际需求来购置 设备 这样来讲呢 就避免设备的闲置 产生额外的资金成本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是在是 澳门电讯的5G建设方面 事实上在2020年开始建设 2021年基本上已经完成 而是它的这个5G牌照的 发放的是2022年11月7日才发放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导致说你对5G的追加投资呢 事实上是暂时不需要 所以这是这两个原因呢 导致我们是2022年的资本性开支 比2021年是有所下降 展望2023年呢 因为总体我们判断是经济在恢复 包括在数据中心销售等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是资本性开支 应该在恢复到一定的水平 谢谢 谢谢 现场的投资者朋友 还有其他的提问吗 现在我们接受电话会议上的提问 请注意 英文的电话线仅供聆听 如果投资者需要提问 请博入中文的电话线 有问题的投资者朋友 可以在电话键按新一号键 超主员在你提问前 会开放你的电话线 请有问题的投资者朋友 可以在电话键按新一号键 我们第一个的电话会议的提问 你好 可以听到吗 听到 你好 你好 感谢管理层非常优秀的业绩 我有三个问题 然后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想知道我们5G的 目前已经有15%的用户 更换了5G的一个合约 我想问一下5G的合约的一个 那个UP值和这个 原有的这个4G合约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增长是多少 是比如说每月的掏餐费 是贵100块还是50块 还是还是20块 就是这个具体的数字 希望能够公布一下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那个我们的这个数据中心 去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收入是一个什么数字 然后预计我们的数字中心 这个数据中心 然后这个 大概的一个 明年的一个出租率情况 然后未来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增量的一个 收入贡献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到今年年年底 我们的那个澳门的一个特许资产的一个合约 即将到期 这个在这个财务报告里面 也有提到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 如果这个合约到期 我们把这个资产专务回给政府 那么对我们未来的业绩 比如说2024年的一个业绩 有大概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谢谢 这是我的三个问题 那个你来说 行吧 无计的事 谢谢 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广东话可不可以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5G 我们现在 或者到3月15号的时候 超过15万 其实今天已经16万了 其实天天都加紧 我们5G的R pool 是我们现在来说 是我们这批16万客户 都是加钱 客人加钱 去subscribe 5G 所以R pool一定有上升 当然 大家知道 在它upgrade的时候 它也会有些commitment 所以今年那个万游的增长 它会回来了 所以今年的R pool应该是审实乐观的 还有再加上5G的EF 就是变成了两条战一起上 数据中心的那个我估计 我估计 留在一旦 联总答 第三个关于这个特区合同 那个情况 其实大家可以这么说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和政府签了一个两年的 因为澳门特区政府 一直想去一个长远的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一个电信的政策 方便他们的一个立法工作 以及一个市场的规范 的一个重立法那里开始 那在2021年的时候 他们和我们签了一个 临时的两年的合约 那期间呢 亦都是说 在一年的年底之前呢 如果是政府觉得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不续期的 但是去年年底过了 所以我们就自动续到 去今年年底了 那我们其实也都开始 政府和政府谈一个 将来的做法 那其实今次会更加大范围 这样去探讨 怎样可以令到澳门电讯的角色 和我们的做 我们将来的 在市场上的一个 营运上是一个 我们其实现在 因为我们和政府在谈 那就是详细的 也都未是可以 也都未是时候去公布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和政府 双方面的一个共识就是 我们希望寻求一个三赢 三赢的一个方案 也都是一些合约的话 我们也都是觉得 希望可以长期的合约 那所以 怎样形式或者什么 我想我迟些可以再跟大家公布 就是可以在合职的时候 但是因为和政府在谈的时候 也都是不适合 也都不合适这样 讲一些细节的 请大家原谅 数据中心的数据一下 你说一下 你说一下 有些具体的数据 对 关于IDC去年的收入 我们是将近一个亿的港币 这只是我们自建IDC的收入 还有其他一些转租IDC的收入 还有这个一两千万吧 说了吗 完了 未来 未来我们还会 今年呢 我们随着这个数据中心 新建数据中心的投入使用呢 我们还会 在这方面收入 还会稳定的增长 谢谢 对 我补充一下 这个 关于这个特许资产 刚才你提问这个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去年 二二二年 集中力量 是吧 办大事 解决了一个5G牌照的发放 而且发布 5G牌照的实施 这个震动很大的 在市场上也好 在 这个各界也好 那么二三年 我们要解决好 这个特许资产 合同的处理问题 这个呢 我们 管理层也好 董事会也好 非常关注 这个特许资产 一直都很关注 我也参加了澳门政府的一些 特区政府的一些会议 包括一些行政会议 研究这些特许资产的问题 这个 我们经过测算 和估计 特许资产 最后的处置吧 不会影响澳门电信的发展 或者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原因就是 澳门政府充分考虑 澳门电信在澳门地区的重要作用 是吧 他要充分考虑澳门电信 在澳门地区的重要作用 以及 他要考虑澳门电信 对澳门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和这个保障力 所以他不会轻易的 在处置特区资产的时候 这个造成对澳门电信的困境 不可能的 相反 他会支持澳门电信 持续不断的发展 是吧 所以这个 我们十分关注这个事情 不会有大的影响 是吧 也可能还有好的影响 这个带来好的一些促进 政府更加支持澳门电信的工作 是吧 这些会进一步的提升 大家可以 不用太顾虑这个事情 谢谢 好吧 我想追问两个问题可以吗 这个就是 喂 请说 就是谢谢那个新总的耐心回答 这个我已经明白了 这个关于这个特区资产的事情 就是关于那个数据中心 和那个5G套餐 就是我想知道就是 数据中心我们预计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出租率 肯定还是很偏低 很低 就是数据中心 如果我们未来的满足以后 大概的一个名书规模有多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 如果不考虑漫游因素 就是我们只是说是 普通的5G套餐的一个 平均价格 就是RPS比这个4G 有没有一个 就是大概的一个数字 因为我知道香港大概是贵100块 5G比4G 然后这个 想知道澳门的这个 我们公司的一个情况 谢谢 先说5G套餐吧 好的好的好的 可以这么说 就是5G那个DOU 就是Data的容量 流量容量是多过4G的两倍多 现在和每一天都在增长着 我们觉得我们的网络是好的 还有我们现在的5G套餐 我刚才向大家解释过 就是我们申请5G 我们的客人去5G 是要申请加钱的 当然了 就是那个 permac或者pergeat的收费 是会又低一点 但是整体上是大了 大家客人是买大了套餐 其实我乐观地 就是RPS是一直增长的 因为其实事实上 我每一天都在变 因为越来越多客人去5G 也都会是一直在变 所以这个RPS的数据 我们也都不 都不是 都不是很 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 是一个指标着 现在最主要指标就是 做好我们的5G 因为我们刚才联总也说了 就是我们建了网在这里 有容量 我们抢占了客人市场的先机 接着再来的话 我们还有5G to B 5G IOT 这些全部都会是一路一路 都会是 令到5G将来的 那个potential是大 就是和4G不是有相比的 那当然 你说就是如果我5G IOT下去 一路做多些的话 RPU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就是你物联网啊 5G物联网这些 它RPU可能会很低 但是它量很大 所以你说如果like with like的话 肯定会有增加 我们暂时来讲 就是 很乐观是增加了的 数据中心的问题 你来答一下 好 谢谢 谢谢您的这个提问 就是在今年的一季度 我们刚刚签了一家这个 IT大型的IT科技公司 很多的机会入住 我们的数据中心 所以说我们的数据中心 现在总体的空置率 已经不到10% 相信我们今年的收入 会不断地增加 IDC这方面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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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项的投资者朋友 还有其他的提问吗 有提问的投资者朋友 可以在电话键项 新一号键 我们现场的投资者朋友 有其他提问吗 大家已经没有其他的提问 现在提问时间也结束了 那谢谢各位的参与 今天的投资者推荐会也结束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一贯的支持 好的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